四個阿拉伯聯盟國家外長 聯同美國將會在以色列舉行歷史性會議 其中亞聯酋、摩洛哥和巴林三國 更首度派外長訪問以色列 梁超明報導 以色列外長邀請了亞聯酋、摩洛哥、巴林 和埃及四個阿拉伯聯盟成員國外長 聯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今日將在以色列南部內蓋夫沙漠小鎮 Sate Broker 會面並於明日起舉行錄放會探 以色列是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五日三國中東行程第一站 會見總理布內特之外 又事先與以色列外長拉皮特回合 試圖說服以色列接受可能達成的伊朗核業議 以色列明確反對蓋協議 與此同時 歐盟代表團正訪問伊朗商討重啟核協議事宜 但美國外交官員事先喊話對協議重啟沒有太大信心 請問伊朗 請問伊朗